近日黄磊 孟非两大明星合伙开了火锅店 被网友评论真是想钱想疯了吧 最便宜的锅底78元 毛肚198 和牛398元一份 吃过的网友表示 压根不够吃 难道明星效应真的可以当饭吃 比起其他明星开的餐厅 我们家老胡开的料理店 简直称得上业界良心了 胡哥的餐厅开在上海 名字叫Found日本料理店 餐厅有庭院 不下雨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坐坐 看看风景 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 虽然装修豪华 但是并没有挡住工薪阶层 套餐价格98元和128元两种 五六个人小资一下大概就五六百元 毕竟是日式料理 真心不贵 这家料理店老胡曾经说过 前期投资了600万 每月租金20万 占地650平 看来老胡并不是 开变屏明星效应捞钱的样 店里唯一能找到老胡的味道就是这个了 不像其他明星到处是大海报 logo 老胡并没有像其他明星一样 靠着自己的名气到处圈钱 像全智龙家的铁家 一个就要200元 作为他的迷妹 阿布币就曾经在微博 晒出他花200块买的铁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